十月十六號的聲如紅鐘 十五號,十六號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二十大,中國二十大的新篇章,你見到很有趣 習近平做了十年,現在還在跟你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十年前是新,現在又是新,十八大的時候是新,十九大的時候又是新,二十大又是新 共產黨的事情永遠都是這樣,永遠都是最偉大,永遠都是正確 你覺不覺得越是強調新的人,越是沒有新意 因為如果那件事真的會帶來革命性的改變,那就是講那個改變 工業革命,用不著說是新工業革命 口號多於一切 總之,如果你說只是用新來做標榜 其實正正就是反映了,其實你是沒有什麼好 純粹就是怎樣說呢 就是想利用別人對一個新的期待 然後去做招來 不過你說的,你的權政府就是這樣 他不講具體政策,他現在就要不斷製造希望 所以當年說超英趕美,死了幾千萬人 現在都是說的,我們要超越美國 從小的第一段經濟看,就說了同樣的事情 但到了今天,我們對習近平非常熟悉 你說有沒有期待呢 大哥,有什麼料子,十年內什麼都見了 口號大了 其實很多人就關注一件事 是不是新呢 就看看這個人呢 是不是到點就是下車 是不是就是夠鐘呢 就下來,然後真的給一個新人上去 有新人才會有新方向,新理念 新的制度 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習近平會不會連任第三屆 繼而就永續執政 我覺得這個問題 一年前已經知道大致上會是這樣 跡象很清楚 因為你看到 他又上任沒有多久 已經在部署自己要長期執政 所以你看到他打破了 一開始已經打破了 鄧小平在那裡改革開放初期 還是定了規矩 鄧小平改革開放 其實一個重要教訓就是 你不可以太依賴一個個人崇拜 不可以單純說一個權威 所以鄧小平自己是一個家長率領導人 但是他訂立了一些習慣 就是領導人做兩屆 最高領導人就是總書記 或者說國務院總理做兩屆 兩屆就要換人 第二 政治局常委要七上八下 你去到七節六十七的 你就可以再去 六十八的就要下台了 六十七屆就讓你做多屆 或者說隔代指定繼承人 對於國務院總理和總書記的分工 這些全部都是鄧小平改革開放初期 定的規矩 原因是希望透過一個集體領導 透過一個極權體下 專政的情況下 令到政權的權力交接 有一個秩序 從一開始 習近平已經想破壞這個秩序 所以他一上任沒多久 已經將李克強邊緣化 他搶了國務院來做 各個委員會 各個小組都他做 他做頭 已經看得很清楚 所以去年再早一點 已經知道他想在第三任 繼續做下去 甚至他將說雙白目標 雙白目標 雙白目標就是第一個八年目標 兩個一百年 兩個一百年 第一個就是全面小康 創黨一百年就是全面小康 然後立國一百年 立國一百年 要建設一個 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又要民主 又要自由 又要美麗 什麼都好了 又要環繞 什麼都寫下去 好像貼輝春 差不多是貼輝春 接著他現在 說八年目標 中期目標到2035 已經很多人在喘測 評論家都說 意味著他做到2035 2035遠景目標就是 這個叫做 立國一百年之前的一個 中期目標 起碼見到一些成就 社會主義強國 起碼見到現代化的指標 其實說真的 現在你還不叫強國的話 那你還有什麼強國 強與弱就是相對 你說社會主義國家 現在你有幾個 社會主義大國有幾個 就是中國 社會主義最大的國家就是你 有這麼說 社會主義講鬼話嗎 他哪個社會主義 他不會做到 李敖 他還在生的時候 他有一年去了北大 他支持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為什麼 因為共產主義 就真的是最後一個理想 就是說 我們不再需要政府 人民治國 然後烏托邦就自然成立 但問題就是說 你當馬克思講的理想 但是要執行 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 那個列寧就要執行這種理想 大哥怎樣執行 怎樣都有一班 理論上 真是先進的人 帶領國家 先走向社會主義 這個過程就非常痛苦 因為有很多 反動分子 落後分子 那些封建思想 都還是非常牢固的 一些奴才 殘餘勢力一定要清除 一定要清除 所以就有一個先鋒黨 去帶領共產黨 做一個革命 但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搞一下 立黨一百年 差不多了 立黨就差不多了 過了一百年了 立黨就 過了一百年了 就算是李懿 剛剛過世都沒有多久 其實他都說 他自己說 自己是一個失敗主義者 失敗者 因為失敗者 他一生人經歷三個失敗 但這不是他自己個人的失敗 是自己的理想失敗 其中一個理想 就是他瘋心錯苦了共產黨 因為他早期的時候 是一個左派民人 是啊 很早了 我小時候看過那些書 當然 他都很信奉 毛澤東思想那一套 當年是 如果你有看回李懿七十年代的文章 我七十年代很早就看了 當時我也是十歲左右 我記得 再早點我看過那些書 早前他在雜誌社做編輯的時候 他出了很小的 邏輯道論 辯證法 那些書 我幾歲大的時候 小學生 我買來看了 挺有趣的 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李懿這個人 所以我看著他的思想變 我可以這麼說 我也隨著他的雙變 而開闊了自己的視野 很攻擊他 可以叫做香港的李懿 差不多 他沒有李懿這麼卑劣 不過李懿其實他在台灣 他早期的時間 其實都是 他也是很有啟發時間 但他沒有李懿晚年 真的很卑劣 李懿晚年就是乃共 乃共 卑劣飛起 起碼兩個人 一個是李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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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懿就是一意貫之 一意貫之 一路都忠於自己 這個很重要 其實都是曾幾何時 都癡心錯乎的共產黨 但理想幻滅之後 大家都知道這個黨 是向什麼方向走 還有沒有新的思維 有沒有新的方向 還需不需要 會不會有可能 在這個黨裏 是誕生了一位領導人 人民領袖 帶領這個國家 走向一個新的方向 我們只看到 現在這個習近平 是新時代的領導人 又說 人民領袖 又要人民領袖 東升西降 指名方向 指名方向 但問題是 你現在有什麼 我們看看 明天 很可能 他會將他自己的思想 習近平思想 是不是有可能寫入黨章 有可能 因為七中全會傳來的消息 就是全面肯定他政績 是啊 我們看看 習近平會不會連任 就看看他之前的鋪戰 最重要的鋪戰 就是七中全會裡面 怎樣形容習近平 怎樣確立習近平的地位 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 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兩個確立 和兩個維護 這兩件事 對於我來說 都是廢話 兩個確立 簡而言之 就是確立習近平的兩個中心 兩個核心 第一 就是確立習近平 是黨中央的核心 亦都是全黨的核心地位 其實你講完這些東西 就是非常之 類罪重複 同意反覆 就是廢話 這些是 中共式的語言特色 中 用華麗的事眼來砌廢話出來 因為他本身就是空心的 但是要堆砌 用來嚇鬼 我認識你不認識 說得很權威 怎樣去堆砌一些東西呢 他就是 哇大哥 那些人是否真的要改車 要嚇鬼 又龍頭鳳尾 又什麼又什麼 這個是我經常都說 羅斯學上 你將一些概念 講到最兇範 最抽象 最難定義的話 有一個最難好似 就是你很難清楚證明它是錯的 就是這樣 你將車怎樣噴油都沒有用 最後還是看你的手機 你的手機和你的波箱 你噴到天花龍鳳 你那兩個東西不行 你的車就會跪下 這個就是你真是說核心 你那部引擎 你的手機是否可以 你說要確立你作為黨中央核心 全黨的核心地位 黨中央和全黨的分別在哪裡 既然你是全黨的核心 黨中央的核心自然就是你的 這是廢話 所以我經常覺得 大陸的民棍是沒有進步不斷退步 不斷退步 第二個確立 就是兩個確立 第一個確立就是那兩個核心 第二個確立就是 確立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 這些是不是很像非洲土人 那些部落領袖的名字 那些名字 非洲部落領袖 那些名字很長 只是很久來嚇鬼 這些神無社會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落後的象徵 不是進步去落後 反祖來的 文化反祖 去不神無社會的階段 兩個維護是什麼 就是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 黨中央的核心 全黨的核心地位 又是說這兩個廢話 同意反覆的廢話 全黨就包括黨中央的 又說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 以及集中的統一領導 其實又是同意反覆 同意反覆中的同意反覆 四句都是同意的 其實簡單來說 只是一個道理 就是撐習近平 習近平大了 習近平大了 但是他不想讓你知道他那麼膚淺 所以不斷堆砌 五個字的 他說完的 他說了五百個字出來 他說到很有層次 很有層次 很科學的樣子 跟他推敲這個數學算式 是這個諾貝爾 數學家才能夠計算出來 你看看有多少步驟 二加二減二成二除二 其實很簡單 就是二加二等於四 但是他總之寫到的步驟非常複雜 就堆砌到 總之你不撐他不行 因為你明白這麼複雜的道理 你不明白 不明白就要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 簡單來說 你做到撐習近平就可以了 所以共產黨管治下 你一定要愚民 一定要愚民愚蠢 但是人民是不是真的那麼愚蠢 又不完全是 我們看看 在昨天 應該這麼說 現在 錄音的前日 星期四 胡錫進本身在推特裏 寫一篇文 用英文寫的 中國的政治穩定是穩固的 因為國家總體發展很好 絕大多數人都支持中共的領導 希望穩定反對動亂 這就是中國基本的國情和民意 講完這句話之後 沒多久 在北京 在海定區三環西路四通橋的高架道路上 有人貼出一塊大顏 一大一小 兩幅 兩幅 很多字 一塊大的橫額 寫了一個白底紅字的橫額 寫著 罷貨罷工 罷免 獨裁 國賊 習近平 對 在短的橫額的右手邊 你看到一個濃煙霧氣 像燒了一些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點煙 引人看 有些報道 就是台灣的報道 自由時報就說 抗議者說 有消息說抗議者是自焚 但是自焚而言 現在好像是拘捕了 拘捕了 拘捕了 穿上橫色衣服 那個身份就未明 有些傳聞已經有個名字了 有個名字了 有的了 但就免得說 但是也有些估計 可能他是專門燒一些龍煙出來吸引人來注意 我覺得是這個可能性 因為看到他似乎當有公安走到身邊的照片 他還站在那裡 那個姿態都很自然 所以應該不是自焚 不是說掙扎 被人淋釋了 不是自焚 其實他除了掛上橫色衣服的時候 其實他亦都用了高音喇叭 反覆宣揚 罷免獨裁習近平 要吃飯 要自由 要選票 這個事件 爆出來之後 下面有很多人拍照 有很多照片 對於共產黨來說的好消息 沒有引起一個模仿效應 以及引起一個涟漪效應 很快就撲釋了 因為在網上 已經把四通橋 北京 橫幅 標語 起碼這四個的關鍵詞 全部被和諧了 全部被寫了 打四通橋三個字 馬上沒有東西看 沒有東西看的 但是 有很多大陸的網友 就翻牆 就在Twitter裡面留言 這個人真是OB OB就是牛B的意思 希望不要被抓到 也有些人留言 我也希望 但基本是不可能的 因為到處都是攝像頭 馬上就知道誰掛的橫方 兩個小時 原警就會上門拉 然後有人說 這個真的是真正的中國人 愛國者 也有些網友就說 那些路過的人 抬了一頭 看一眼 然後自己開車走 大家都要想想 身後面的孩子和貨物 誰不知道 這是荒謬殘酷的生活 也有人在胡錫進留言 你不是說中國的政治穩定很穩固嗎 現在北京有人被拘捕 有人被抗議 你看不到的 此地無銀三百兩 是不是 有些人 因為有些反對的人 都被你拘捕 被你共產黨拘捕 請不要拿你的意見 代表全部人民 也有些大陸的網友 其實是用歌詞來記意 用陳奕迅的孤勇者 寫的一個歌詞 發表一些心聲 第一次覺得這首歌很好聽 孤勇者 現在其實不需要寫歌詞 你就是孤勇者 這三個字 這三個字 差不多 孤勇者 這個不是孤勇者 這是孤勇者 孤勇者 第一次覺得這首歌很好聽 因為如果我也有勇氣的話 我們何必在這裡受氣 黃丹也有留言 他每次都有這些事 你看一下 誰說中國無勇士 這個不知名的中國人的勇氣 可謂驚天地一鬼神 簡直是當代的坦克人 他亦都這樣說 習近平將會連任 令到無數的中國人感到絕望 絕望之下才會有反抗 這不是第一次有人站出來的 希望亦都不會是最後一次 大家不要小看這位勇士的異舉 有些時候示範的效應是很巨大的 習近平倒行亦是必將激起很多 更加多的政治風潮 在此他就說 向這位勇士 表示最大的敬意 教授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等於前幾年 有個女孩子 向阿朕女孩子配襪 那一次就盡在筆言中 潑墨就表示一種鄙視 這次這位 就真的寫得明 還要喊出來 這當然比起潑墨女孩子更加勇敢 而且他真的站在那裡 他就走了 他沒有走了 那最後一命就被拘捕了 我覺得現在你看到 國內有些人 就會紛紛說他勇士 你敢我不敢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可以想想大部份的民眾會怎樣 我相信過一段時間之後 大家就會笑這些傻子 很多人都不頂 中國人就是這樣 沒有腦信息 一百年前已經說了 一方面 有些事情他做了 你不敢做 你想做你不敢做 但當他出事之後 你不但不會去聲援他 不會去看看他 之後會怎樣 可能會落井下石 幫這個權勢 去唱和音 這就是最常見的現象 等於以前那個八孩之舞 拐賣事件 這些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稱讚他是勇士 那固然可以 黃丹每一次有這些事情 都會出來寫這些事情 去將事情 突出在國內的潛藏矛盾 但是每一次完結之後 我們就很可惜看到 譬如你說潑莫女孩 他現在有一個傳聞 就說他已經 曾經有問題 精神出了問題 長期在精神病院 他父親不可以營救他 四處奔走 變賣了資產 最近他父親也死了 據說 所以很可惜的就是 這些抗爭的火種 你見不到可以在香港 在中國大陸 可以怎樣來夠 緩醒到一些人 這才是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是的 這個當然 黃丹他本人最主觀的期望 就是希望引起到一個示範效應 這個當然是我們作為抗爭者 希望見到 但是共產黨其實沒有什麼厲害 最厲害就是維穩 最厲害就是研究 打壓 這個世界上 很多革命的成功經驗 他要研究 研究怎樣成功 你要研究這些革命的成功經驗 你才可以有效地壓制到他 所以剛剛早幾天 英國負責情報的總管 就說了一番說話 說中國政府 利用世界現代方向的技術 不在卑憶人類的福利上面 是用來監察 控制等等 然後你見到 卓慧斯說 將對中國的防範提升 接著現在美國國務院 白宮的國家安全發言人 蘇利文就說 沙利文就說 會將中俄視為 未來十年最大威脅 所以一脈相承 你見到的情況就是 問題就很清楚了 中共在西疆做什麼 在香港做什麼 很清楚了 對台灣的姿態很清楚了 所以 但問題是 這些抗爭事件 我覺得最大意義 其實很多人不是完全不知道的 是知道的 甚至有些人 會不惜做勇士 但我們第一時間很擔心 這些勇士 他的下場會怎樣 第二就是 是不是能夠 真的產生悶醒人的效果 有幾多人 會被因此而得 被喚醒 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他不能喚醒人 那他的犧牲 真的很無辜 剛才我所說 各位潑墨女孩 現在都沒有人理他 我想國內沒有人理他 誰 他父親早前過世 提出的呼籲 他也會很快 那些人就會黃棄了 這個才是最可惜的地方 怎樣可以把這些人的 應用行為 轉化成為一種 能夠光照更多人的 一種燭框 這個算是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 為什麼你說 在這麽敏感的時刻之前 剛才教授你也提到 就是 搏墨女孩 董瑤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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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董瑤瓊 董瑤瓊瓊瓊瓊瓊瓊瓊 他已經被拘捕了幾次 就是因為維權 他女兒被拘捕了去精神病院 這個叫做 他父親 最近在獄中 傳出來的消息 說慘死了 然後找他的堂哥 去看他的火化 因為他被人虐待在監獄裏面 就說打到肛門出血 是啊 國寶就說五天之內要火化 不准辦喪事 因為其實 2021年 其實他父親 董瑤瓊的父親 正正因為他接受不到他的女兒 就是這樣坐牢 跟他母親發生矛盾 去年年初二月的時候 他帶了汽油威脅 就說燒他的家 最後自己火燒自己家 之後就判刑了三年 他家裡兩年幾個 他們都沒有見過他的女兒 已經不知道去哪裡了 說就說精神病院 但你普通精神病院 為什麼不可以被人打喉呢 在哪裡都不知道 在哪裡都不知道 這就是現在中國 目前的處境 已發自覺 已經被三次關進了精神病 所以他父親不斷很努力地營救他的女兒 正正因為這樣而坐牢 他的女兒發生什麼事 其實是2018年 其實都四年前 撥完蜜語之後 撥完蜜語之後自拍 他拍了一條片 獨裁暴政 我對他不知入骨 兩父女都不知道怎樣 他父親已經過世了 他的女兒現在不知去向 不知道怎樣 這個時候 你突然間 你對他父親 這樣虐待至死 其實他都想有一個示範效應 就是恐嚇一些人 誰像他們這樣的話 就有這樣的下場 殺雞警號 中共從來都是這樣 所以喜歡嫌打就嫌打 其實早前 亦都有一個 都是這樣去侮辱過習近平 就是 任志強 任志強坐了十八年級 其實他幾年前 也寫了一篇文 去罵習近平 脫光衣服 都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 其實就在 大概兩三個月之前 其實他在獄中裏面 做一些苦工 做一些車衣工 又被人拍了相片 亦都有這樣的 殺雞警號的作用 因為任志強更加重要 他代表做一些革命二代 是紅二代 就是要警告紅二代 你不要亂來 而且當前 他寫一篇文章 有人覺得也不只是 代表他自己 代表整個紅色家族 對習近平 現在都做法不滿 所以這些信號 一直都有 你想想最近 又傳聞說 朱鎔基寫的文章 然後又傳聞 不是傳聞 一百零五歲的政治老人 都在公眾視線上 消失了很久 消失了很久 突然出來說幾句話 改革開放 中國發展的根本 這些都有一種信號 在二十年之前 其實在黨內 在黨外 在紅色家族 在政治元老 裏面 有些人真的很不妥 現在就做法 不過最近 最後 七中全會 一開始說七中全會 出來的 兩個堅持 兩個核心 兩個維護 兩個維護 兩個確定 兩個確定 就是跟這些情緒 跟這些外見 的跡象 完全背道而馳 高度 這個 講習近平 剛才講的那麼像 習近平大了 就這麼簡單 習近平大了 就堅持這件事 既然習近平大了 他應該 為所欲為 他想怎樣就怎樣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這樣說 其實他七中全會的公告上面 其實都有一些 對習近平的保留 對習近平的公職 他就肯定了 習近平審時度勢 搜正創新 敢於鬥爭 善於鬥爭 團結帶領全黨全軍 各族人民有效應對 嚴峻複雜的國際形勢 接種而至的巨大風險挑戰 你說這些說話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講國際形勢 尤其是講國際形勢 又說你怎樣審時度勢 這些有眼都見到 這些是假的 你怎樣審時度勢 他去年年頭的時候 還在講 東升西降 你現在怎樣 東升西降 這就是你那時候的審時度勢 即是講得比較輕 你講到5.5%增加率 現在3%都可能沒有 很簡單 已經8% 3%都沒有 大哥 你說你審時度勢 怎樣東升西降 怎樣東升西降 你就是基於一個指望 中國很快會在疫情中站起來 領先全世界站起來 體現制度優越性 第一個復工復產 體現制度優越性 然後呢 幾年之內 成為世界第一大經驗 超越美國 在2030年之前 其實很多經濟學家都這樣說 都不單是經濟學家 有些角師 金燦榮那些都說 但現在最近 其實開始越來越多分析 就算是西方的分析 都說 這個似乎越來越無可能 其實這輩子你不用指意 這就是在華爾街日報 去年 年初的時候 其實他引述一些 黨裏面的消息人士 高層的消息人士 習近平是不會容許 經濟增長 比美國低 為什麼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 總之 2035年之前 或2030年之前 就一定要超過美國 作為第一大經濟體 作為第一大經濟體 就行了 這個呢 就是等於 起碼三國時代 就是 袁淑 為何這麼重視全國玉璽 全國玉璽有個重要性 就是他標榜 我拿著全國玉璽之後 我就可以號令天 好像拿著狗頂一樣 現在你對於習近平 這個所謂的全國第一大經濟體 這個地位 就是等於一個全國玉璽 那時候的說法就是 他們說的很簡單 如果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超越美國的時候 他就 對於這個世界大經濟體 有主導的影響力 然後他做什麼都可以 他攻台都可以做到 他就可以威逼利誘 對所有人 攻台都可以 你對歐洲又可以 對美國又可以 你敢不敢跟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對抗 即是等於 現在袁紹有了全國玉璽 全國玉璽 全國玉璽 豪令天下 豪令天下 是天子 如果習近平作為 一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全國全黨核心的話 這樣還不害豪令天下 即是想怎樣就怎樣 這些是很傳統的封建思想 就是這樣想 即是你現在 我經常覺得 就算真的讓你做到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那又如何呢 你現在不是看一個人 看一個板塊 你看看 你美國加上歐洲 歐盟 你這個才是關鍵 你加上北約 加上五萬 這些就可以看到 實際 你現在世界很明顯 都是兩大陣營 你才能看到分別 你現在中國 結交到的 跟你結盟的是什麼國家 全部都是流氓政權 全失敗國家 伊朗 北韓 俄羅斯 這些 這些 中間只有一些少數 有些國家就會左右逢源 印度會左右逢源 但實際上 你結交到這些人 就算讓你做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那又如何呢 再看看 中國現在 你整天說自己這麼厲害 有什麼歷史 文化復興 諸如此類都說這麼多 但是你在世界各地 神憎鬼厭 搞到自己 剛才我一開始說了 白宮安全顧問 所說的一番說話 英國卓慧斯最新擺設的姿態 剛剛英國的情報部門 那個總管說了一番說話 然後也傳出消息 五年之內 要將華為 在英國的所有 五支設施 全部削除 美國 出了個通告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就聲稱 美國現在面臨的 壓倒性挑戰 未來 因為未來十年內 壓倒性挑戰 就是要勝過中國 以及壓制俄羅斯 俄羅斯已經看到國勢減弱 他這次見底 最重要的矛盾 就是要勝過中國 這就是你和鄧小平的分別 鄧小平 其實他知道 你作為一個這樣的大國 他要慢慢冒起來的時候 首先 就不可以成為西方國家的公敵 是啊 通光養晦 你才可以悶聲發大財 去到江澤民的時候 就說悶聲發大財 就是繼承老等的通光養晦 去到胡錦濤的時候 就面目模糊 現在敢於鬥爭 現在敢於鬥爭 那敢於鬥爭的時候 既然你自己自己說 要亮起一個鬥爭的旗設 你就不要怪別人 就是 你要令到 現在變相 是令到鄧小平的惡夢成真 是啊 是啊 你本身 就是要悶聲 才可以發大財 鄧小平也說 如果中國人意圖稱霸的話 西方社會要打壓他 鄧小平也說了 那你現在 習近平在做這些事情 是啊 那你現在 既然 求人得人 你要做強國 你要威嚇 那 現在便令到 現在便療鬼拿命 是啊 美國便在晶片上的問題 高科技的問題 加緊打壓你 美籍人士全部要召走 美籍人士 全部不准 和中國合作 很簡單 要不就放棄美國國籍 要不就回來 要不就不可以 你幫中國效勞 好像海歸紛紛辭職 現在 紛紛辭職 即是不玩 即是懂得選 人才是懂得選 昨天說的話題 人才是懂得選 人才是懂得選的 人才是很棒的 既然他是人才 他怎會有得選 有多少個會選 在一個這樣的國家做事 而放棄美國國籍 你習近平的女兒都在美國 裝什麼 在習近平的治下 他最喜歡說無名英雄 為什麼 他真的幫他出手出力的英雄 最多都是無名的 只有他才有名 大署特署他權威 搞個人崇拜 習近平最喜歡 就是讚揚那些無名英雄 因為其實不可以有人跟他比肩 這樣才可以搞到習近平大小 就算是給你習近平 在這個二十大 明天可以順利連任 將來你自己是掌陀的中國 究竟是怎麼走下去 首先你面對的挑戰 就是你如何復償 復償之後 才再講東升西降 現在已經被你當初的想法 完全調轉了 你東升西降是想最快復償 然後在經濟上趕過美國西方這個國家 現在不是 全世界復償 他還沒復償 全世界復償 所以其實他說的東升西降 應該會反過來講 東降西升 什麼叫東升西降 就是失業率東升西降 現在就是這樣 或者移民潮東升西降 每個人都說潤 現在是 是啊 躺平 你既然 所以為什麼會有那個橫額英雄出現 正正就是見到你 七中全會 又兩個確立 又兩個 又兩個維護 之後 你看到黨媒 連續兩天 堅持動態清零 新華社連續三天出稿 是啊 又說躺平 就不會躺勝 躺平 不能贏 躺贏 不可能 躺平 不可靠 那類 你這樣說的時候 就是絕望 現在 隨時 隨地 你喜歡的時候 就被你軟禁在家裡 然後飯又沒得吃 要過著這樣的生活 最大問題就是說 你原本 我們香港 我們也有搞過清零的道路 大陸也有搞 但是香港 起碼打針的人多 但是大陸有多少打針的人 就算打的 你說你有八九成都好 你現在打的是科興 對於新的變質物毒 完全沒有效 但是香港現在打的針 現在要引入 復必泰的二架疫苗 專門針對Omicron的疫苗 都是德國貨 但是大陸 偏偏要搞疫苗民族主義 中國人用中國貨 特別有效 那些人說 然後 金融時報上個星期就說 原本你想跟Moderna談 但Moderna 就不肯跟你合作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要奉上 他自己的方程式 要教你怎樣做 他就不肯 當然不肯 又挖又掌 是呀 但我覺得這個時間的問題 最後都要挖到他肯 為什麼呢 因為市場大 第一 中國市場最大 最有潛力 第二 就是現在 其實全球復常的時候 沒有什麼人 再去用Moderna 所以你唯一一個 剩下那塊肥肉 就算領一層都好 我領到你十四億人市場 都是一塊大錢 所以 中國正正就覺得 你遲早都會領我的 這也是習近平以為自己很霸道的地方 我有一個龐大市場 你不屈服不行 你不要不行 你都要賺錢 正正就是 因為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初陀了歲月 你初陀了時間 你奉獻了你寶貴的時間 然後自己不斷搞清零 就是為了令Moderna屈服 然後奉上自己的方程式給你 然後奉上自己的方程式給你 然後你自己刪除人家Moderna 就做你中國的疫苗 就說你中國的疫苗很正 然後欺騙大陸人 就說中國的東西始終都是正的東西 是啊 就是這樣 老實說 現在在英國 Covid 是不是做新聞來的 不是啦 沒有人來 其實 新加坡 完全什麼都不用做 差不多 是啊 所以其實自己欺騙自己 是啊 不過這個自己欺騙自己 最重要是欺騙到人民 以為自己很厲害 香港有些人都是這樣說 打完科興特別精神 真的好笑 那些阿叔 真的好笑 好像特效藥一樣 真的好笑 這些叫搖頭軟效應 搖頭軟效應 那些中國人真的很可憐 但是 是不是真的可憐呢 這個就是另有定論 交給聽眾自己去決定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五回來再見 拜拜